这个就是个亚历山大的时代 很多人都说忙啊 累啊压力大 不过这个也可以反省一下 我们现代人 其实现代的生活 现代科技 物质更发达 更多的拥有 更多的方便 我们为什么会比以前 更忙更累更辛苦 而更少的感觉到快乐自在 从容 更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 现代人的一些状况 其实是在很多问题上去把它夸大 像任波切说 我们很多时候的头脑上 并不是真正认知的清楚 就是在头脑这个部分 然后在内心的感受 我们就把它强化了 夸大了 夸张了 所以有一点忙碌 或者有一点的要求 被要求 会要达到一定的业绩 或者某一个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紧张 特别的有压力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 这样子一个很烦躁 不安的心 像任波切说 你就任波切 总是形容我们这样 一个没有训练好的心 像疯猴子一般的 他会把很多事情夸大 他会把很多事情弄得更混乱 是这样的情况呢 让我们更无所适从于 其实面对到了很多现实状况 其实并没有那么糟 并没有那么忙 并没有那么压迫 但我们却把它强化了 那真正面对说 看到自己觉得有压力 觉得有紧迫感 这样的时候呢 之前任波切跟我们开示 也说到 看到自己的感受啊 当你有这样的情绪 觉得紧迫压力 焦虑这样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 先连接上身体的反应 做几次深呼吸 简单的时候 这个简单的做法在大部分时候呢 都可以去尝试的 甚至你就在办公室 在学校的时候 在遇到人际关系 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其实都有那么一点时间 你可以把握的 就是连接上身体的感受 让心就跟呼吸在一起 平时我们想很多 这个天马行空 或者说 很多都可以说 活在我们自己思维 思考的一个世界 而没有落地 那我们人都是飘起来的 很多的压力都在头部 所以头很重很沉 所以当我们其实 回归到这个 此时当下 就现在你的感受上 我们还活着 在呼吸这件事情 其实就已经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值得我们去 感受一下 感受你在呼吸着 就这样简单的几次 一两分钟 两三分钟 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 争取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让身心可以回到一处 回到一种清晰的状态 那么周围发生什么 这个不是你一个人 可以控制的 不是我们一个 一方的努力 或者一方的愿望 就可以让它操控 就可以完全地掌控它 所以让自己有一点时间 跟空间的情况的时候 你会把周围发生什么 看得更清楚 那自己该去做什么 怎么去面对 怎么应对 怎么去采取行动 也会更清楚 所以 这个我觉得 有句话说得很好 压力之下 才能显现我们的一种 优雅从容 所以 很多的这个 成功人士啦 或者是体育竞技的 这个 获奖的人 或者 这个赢家们 冠军 他们在面对 这个竞技 竞赛 他们也会有压力啊 也会觉得 很多人期待啊 但其实 真正知道自己是谁 像任睦奇说的 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我们有的潜力 那 其实 很多的状况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 参与在其中 却不被你的设想 你自己的期待 所 控制住 完全受它掌控 而失掉了 你现在 每一步 每一步 可以做什么 所以 压力其实也是我们 很好的一个学习 跟成长的机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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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